好 讲到任天堂大家都会想起说 这种红白机啊 玩这个玛丽欧等等游戏 真的是五六年级深的回忆啊 但是现在是不是代理任天堂产品 长达三十年的台湾代理商 博优也要game over了呢 由于2011年就被日本任天堂解除合约 同时断货 从此交出了产品代理权 而博优董事长曾爱玉过去 还有任天堂阿嬷的称号 但现在这个诉讼呢是全面败诉 所以博优已经巧巧在官网上公布 说公司已经暂停营运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 其实任天堂在1983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成了现代电玩界的始祖 还有许多游戏 包括像是超级玛丽欧 更是大家记忆中的儿童游戏呢 老旧的真空管电视 搭配游戏是只有2D低解析度画面 但台北街头有电玩业人 摆住一台这种复古电玩主机 都还是有人潮停下脚步参观 有啊 我刚刚有在看啊 就是它蛮多以前玩过的游戏 还因为现在有的主机都淘汰了 然后所以就 刚刚看到的蛮怀念的 我手上拿的就是任天堂的第一代主机 那包括主机 游戏的摇杆 甚至连卡蛋市面上都还找得到哦 这代表的可是一份童年的回忆 1983年推出上市的红白机 当年一台要加4000元台币 过了30年后已经停产 泛黄的中古机还可以卖到3000元 如果是没有拆封过的 更可以喊价到1万元以上 就连第二代主机超级任天堂 中古机也可以卖到1850元 游戏卡带市价也大约在350元到1000元 几乎没有叠价 就是因为复古机市场一直都有爱好者收藏 那复刻 然后我突然勾起了很多小时候的回忆 我小时候玩过很多这种机器耶 然后就开始到处去找 像是艺人纳豆 就有20款古董游戏机收藏 不过任天堂现在面临微软Xbox 新力PS更多高质感游戏强力竞争 新一代WiiU主机销售量不如预期 尽管老主机魅力不减 却无法改变百年老店眼前面临的困境 中文章 黄建坦 林杰台北采访报道